好 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昨天晚上除了說 在立法院內持續挑燈夜站 持續站下去之外 場外好幾年沒有看到這個場景 學生又來了 什麼意思 太陽花當年 當然那個時候省的是兩岸的福茂 所以有很多的學生來到了現場 因為他們認為黑箱作業 程序不公 那個時候讓他們來到了現場 昨天說是這一群人來到現場 還一起唱當年的那首 《島嶼天光》 我們先直接看畫面 我們在外面守護你們 謝謝大家 好 結果後來是誰到外面 范雲 邱毅營 他們是剛剛看到在鐵門外面 然後就用手機這樣子 跟大家一起來合唱 然後他們就講說 謝謝大家 一起唱了這個島嶼天光 大家就在說這看起來場景 似乎相識 就跟當林太陽花一樣 那大家也想問了 當大家看到國民黨道歉 這樣的一個白紙錦麗 因為現場聚集了人在立法院外面 他們也擔心有任何的出差錯 所以出差錯 所以他們就來到現場來備戰 但是為什麼這些人會突然出現在這裡 後來有人就講是這一位台北市議員 他是到現場來號召黑熊學院的學生前來聲援 那當然啦 大家也開始在問 那不是啊 到底請問一下 為什麼有很多人沒有來 他講的是當年在太陽花現場的人 為什麼今天還坐在家裡 昨天說這篇文章變成網路上的熱文 叫做當年在立法院的你 為什麼今晚在家 很多人的講法就是 你忘了你是執政長嗎 怎麼會演成這樣 還是當年太陽花事件 你看到了那個時候從前面的人 現在有多很多位居高位嗎 還進到了總統府裡面 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們來到現場嗎 因為他們想問的是 現在都已經執政八年了 請問一下為什麼你們沒有理解 到底這幾年來的變化 學生為什麼突然不停呢 然後就看到柯建民預告 過往的是一些事情 如果再下去的話 有可能會重來 因為當賴清德直接講了 反守為攻之後 院會衝突 柯建民預告成真了 318學運征土重來成真了 那所以下一步呢 下一步看到賴清德他現在定調 講法是面對程序不正義的議事過程 要守護民族 那所以就是繼續鬥下去嗎 全球昨天都在看 人家用的標語是什麼 是台灣國會的立委鬥歐陷入混亂 是國會改革爆發激烈衝突 是看見台灣國會改革衝突 大家想問的是 當然BBC用的這個標 我覺得有點酸 叫做最有活力的民主國家之一 可是這一些的內文 真的對台灣是好的嗎 是賴清德即將要就任的新總統 你想看見的嗎 有一個評論是這樣 由英龍老師的評論 他說他認為昨天那一場 有可能會變成國會的徐棒會戰 什麼意思 那個時候就是聲勢反轉 徐棒會戰聲勢反轉 他認為民建黨現在 不只輸了國會改革表決 也是對賴清德的當權棒赫 最主要就是這些畫面呈現出來 就是丟人嘛 立法院全武行多久沒有了 就是丟人嘛 那當然現在大家也對韓國瑜 這個新的院長 你要怎麼樣定下一個 新的國會遊戲規則 這麼一件事情 大家想看你到底會怎麼做 昨天韓國瑜的做法是一直喊休息 協商 希望能夠緩和一下 但是因為你的這個作為確實啦 中規中矩 非常中立 但是當然對於藍眼來說 也會有很多人不開心啊 比如昨天因為呢 韓國瑜看到了徐巧欣在那邊吹國旗歌 還很多人真的是聽到他那個國旗歌的笛聲 然後突然間大家就傻住這樣 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都停止手邊的動作 因為議事規則不能帶這一些物品進去 所以現在呢 韓國瑜當下就馬上制止說不能帶違禁品 中立的非常中立 所以傅昆琦也直接講了 現在如果說21號再來一次 國會真的綠營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用的詞比較直接叫做綠營樂園 傅昆琦直接說韓院長啊 很抱歉 你也有責任喔 因為你身為一位立法院長要如何來維持秩序 就是讓院會能夠持續順利的進行 就是你的責任啊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來讓整個活動 能夠變成是有順序的 有次序的在開會 而不是我們所看到外國媒體所報導的這樣 這個是一大智慧了 請教亮哥你怎麼樣來看 昨天包括很多我周邊的朋友 一早起來大家IG臉書第一件事說 現在不是民進黨執政嗎 怎麼他們在唱桃雨天光 他們後來找不到口號 只好喊光復香港 對 真的啊 他們後來是喊光復香港 因為他們找不到口號 所以喊光復香港 昨天跟香港什麼事啊 對啊 那我們台灣騙香港 說實在昨天 我知道黑熊學院跟台灣基進都有動員 那反正來的就是都是森綠 森綠的年輕人 我覺得很好就衝進去立法院 我鼓勵啊 我看你民進黨怎麼收場 就衝進去嘛 那看你行政院怎麼送預算來立法院 是賴清德在執政 你不要搞錯啦 衝啊 最好衝啊 最好衝啊 禮拜一啊 賴清德 520就指引說 就開始進駐大部隊 來先把街頭都佔領嘛 我建議他們這樣幹 那521二會 那個禮拜二 開院會就衝啊 勇敢一點嘛 衝嘛 看最後誰勝利嘛 變成送賴清德一個大禮物了 當然啊 大禮物很好啊 520剛剛宣布呼籲大家團結 521就大亂鬥嘛 不是嗎 我是認為 這個要搞清楚自己的實力 你柯建民跟吳思堯講的東西 能夠經得起檢驗嗎 而且那個國會改革無法 國情之文或者是調查權 人事的聽證 請問這個爭議在哪裡 你說嘛 這個很多西方都有這種制度啊 那個跟張慶忠上次那個服貌 完全不一樣的性質 是啊 那個是2014年已經馬英九 已經當了六年了 那是整個社會 對他兩岸路線的反彈 事實上不是只有太陽花 佔領立法院 更重要的是50萬人的遊行 那個遊行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佔領立法院那是表面 那是如果不是王金平 沒有動用警察 然後放任民進黨立委 在那邊開門 你太陽花會成嗎 你現在來說中看嘛 現在的市長叫蔣華安嘛 立法院院長叫韓國瑜嘛 我跟你保證一定動用警察權 就大亂鬥啊 給全世界看嘛 你賴清德要不要在 你就職業你說隔天就發生這種事嘛 自己判斷清楚嘛 是你在當總統耶 搞清楚啊 議題叫做國會改革啊 如果不修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我怎麼知道你接下來的行政各部會的部長 不會有另外一個陳耀強 他有在理會立委嗎 我怎麼知道不會有第二個薛瑞源 我怎麼知道不會有 我怎麼知道顧力雄來當國防部長 會對立法院立委的提問會回答 我怎麼知道 先討論一下你的部會首長 嚣張到什麼程度吧 才會引起大家認為國會的權力不夠吧 就是昨天晚上 當大家看到了學生出現在立法院外聚集的時候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新北市議員老郎來 但是這個規模跟之前 議題跟之前都是完全的不一樣的 但是同樣的一個模式 他們是希望能夠複製 原因是因為柯建民他確實之前講 他有警告大家 318選運會捲土重來 結果還真的昨天外面就有人 以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全部的立委加起來一個人動員個50個人 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根本不要講到立委動員 就市議員動員一下這樣子的人數 這個算很困難嗎 一點都不困難 但是現在我覺得 民進黨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就是說他找不出來 他的訴求的正當性 因為他想要再複製國會黑箱 他想要複製這個國會黑箱 他就是要努力的去讓大家 回憶起來10年前說 國民黨當時我阿爸都我阿爸 那些因為國民黨的人 又在做立法院長 他想要這樣做 問題是現在的民眾百姓 是你可以愚弄的嗎 因為別的都不講 我也不要引述國民黨的立委 我就引述黃國昌立委的講法 他說你說我們國會改革法案 通通黑箱 他就罵那個吳思瑤 他說你要說謊話 你也要有個根據好不好 他說我們每一個版本 他說他沒有看到那個版本 那黃國昌覺得完全不可思議 他說那個版本 你協商通通有看過 而且全部在網上公開 而且當時為什麼民進黨的法案 沒有進來聯合審查 是因為當時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法案 民進黨要求說要辦兩場公聽會 所以在法制委員會 那兩場公聽會都辦完了 大家也有公聽 也有討論 網路上也有討論 然後民進黨遲遲的不送案 遲遲的不送案 那你時間一個月的協商 超級協商期就到了 就已經預備院會要處理了 然後這時候又派出說謊專家 就是吳思瑤 就又出來 我又看到你又覺得 真的應該把他打扮 不然真的立法院真的被他 全部在那邊惡搞 顛倒是非 他又在那邊說 怎麼可以 我們通通都沒有看到法案 對不對 那你是怎樣 你要怎樣能看到法案 你原來在協商的會場的時候 他們是有很多協商的會場 全部每一個幹部 手上都有那份資料 你故意眼睛不要看 你故意說你沒看見 這樣也可以騙人 然後騙人了之後 來了以後大家知道 訴求沒有正當性 只好講光復香港 我覺得昨天最爆笑的地方 我希望國民黨中央 趕快做一個梗圖 原來大家弄了一段 就是叫做光復香港 請你們到香港去遊行跟動員好了 好 確實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可能梗圖 也要快一點出來 為什麼 因為網路上其實你搜一下 你是找得到類似這種 國會改革 藍綠 白 三方的版本的對照比較 這一些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 沒有戲目 沒有戲的內容等等 但是問題就是 國民黨確實這方面 人家論述增強 人家行動力增強 反手圍攻的時候 你也要說一下 對 國民黨這一塊 動作要趕快跟上 對 不然大家都說你們黑箱 就沒有 第一個 這是國會的五個法案的改革 基本上沒有黑箱 第二個 他沒有損及任何人民的利益 沒有人當年的服貌貨 在講說可能有些做生意的 可能會受到一些 比如說大陸人會來洗頭 類似放這種消息 讓大家覺得說 那我的個人的生存 個人的生計 可能會受到影響 可是國會的改革武法 沒有跟一... 不會對人民的權益 造成任何的損害 你加強只是國會監督行政力量 所以你看國外的一個 電視新聞的旁白就講了 國民黨跟民眾黨 是為了強化對政府的監督跟制衡 是這樣子 所以這五個部分 你說過去在民進黨 他也提出 而且很多主張是超民進黨的主張 超民進黨當年八年前 就是更早的時候主張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主張 這次都有超級主張 對於強化這種提名人的審查 說不說錯 當然是對的 NCC委員馬上就要開始審查了 這些審查過程 難道像過去一樣 民進黨這個多數的時候 反正我提名是阿媽 阿狗 都可以上嗎 當然不要 大家給國民黨 給在野黨 立法院多數的機會 就是能夠翻轉過去 阿里阿澤的情況 民進黨說了算的情況 所以民進黨的立委 昨天的表現 就是他過去三個半月來 心裡很悶 悶什麼 每次表決都輸 不像過去八年吃香喝辣 上面說什麼 舉個手 甚至不舉手我都會贏 所以他覺得過去三個半月 我在立法院上都吃虧 我就趁這個機會出一口心頭悶氣 我覺得就是有很多的情緒在裡面 否則的話 你說我們議會就比人數 比這個人頭 那你輸了 你就永遠會是輸的 不可能輸了之後 打一架之後 下一場通通變贏了 所以他就是一個出悶氣的 一個情緒行為 所以你看 我覺得還是 解鈴還是心裡人 賴清德過去四個月 是白白浪費了四個月 對於團結 對於情義 完全都沒有做任何事情 好 但是當然 我覺得不是說對人民沒有影響 人民有影響 人民如果說立法委員是代議式制度 如果他可以幫我們知道更多的內容 問得更清楚的話 那你選他出來 他當然就是要幫你來監督政府 那你給他更多的權力監督政府 而且是監督公務人員 那到底公務人員不就是領國家薪水嗎 知道他在做什麼事情 不是天經地義嗎 那當然韓國醫院長 現在有很多人 是藍是綠都在找他 因為521又要再來一次 到底到時候會怎麼樣 我們先進廣告